有一五类 所有的人对我来说 就是我的病人 我不会看他的背景 我不会看他是富贵还是贫穷 我不会关注他的政治的理念 所以我不相信他们会对不同政见的人 有不一样不适当的医治方法 医护人员在医院他们示威 甚至好像是想罢工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适当的 你在医院你在证所表达你的证件 不一样证件的病人到你的医院 他有什么感受呢 这个我们呼吁所有的医护人员 去深入思考这一点 如果他觉得不舒服 他心理上没了这个信任 你医治他的办法 你医治他的方案 就会事倍功半就是了 那你是不是把你的初心也达不倒了 所以这个我是很反对的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你是不是很吝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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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再来